第一屆香港先生冠軍高坤賢Matthew 2014年離巢後簽約內地經理人公司 之後我都有和他醉過頭吃過飯 香港觀眾有好幾年沒有見過他 直到前年他再回來 今年亦接了好幾部電視劇 亦都播出了 大家看完之後都很欣賞他的演出 大讚他的表現令人眼前一亮 最近大家對他又有一些新的關注 私言就是這樣 他日前突然之間在內地的社交平台 上載了一張同一位男性的親密合照 即時吸引了不少八八掛掛的網民在這裡留言 初時這位男性物有的樣貌被遮蓋起來 更加引起大家的選擇 他是不是要出櫃 要公開戀情 現在真相大白了 真相揭曉原來高坤妍是借這張相 宣傳一部新的電視劇 這位男子就是這部劇 《連政追擊黑幕》裏面 飾演他哥哥的吳卓熙 Ron 他們兩個人拍劇 就拍到路有鬼鬼 在相片裏面就看到吳卓熙 在背後很肉緊地抱緊高坤妍 還很親密地用左手 在輕撫對方的胸口 而高坤妍表現得很享受的樣子 就非常有所謂的CP味道 網民很多人表示 希望看到他們兩個飾演情侶 人氣藍團MIRROR當中 也有一對CP 這就是Edan和Anson Lo 他們的粉絲叫他燈神 另外一對可能都是唱片公司 想打造成為CP形象的 就是張天庫和洪家浩 不過這一隊似乎看上去牽強了一點 大家就不覺得太有那種CP味道 說了這麼多次CP 其實CP是甚麼意思呢 這種CP文化又是怎麼開始的呢 這就是今晚我們想探索的題目 某程度上來說 韓國的娛樂圈可以說是推動文化 是出了很多力的 韓國經理人公司 和韓飯 即不是真的吃那些飯 韓飯的意思 即是韓國音樂粉絲 那些Fans 所以叫韓飯的意思 都會分別為樂團的成員做配對 Coupling Couple 將他們Coupling 擺在一起 這個就簡稱為CP 為樂團的成員設計 角色之間的戀愛 韓飯就會在腦裡幻想角色的戀愛互動和細節 樂團的經理人公司也樂此不疲 會根據飯團流行的配對 安排MV工作和周邊的產品出來 說要來回歸韓飯的心靈和金錢的支持 就像BL Boys Love 即是男男戀愛的故事的愛好者一樣 會為動漫的角色 以至真實生活中遇見的男性 設定一些戀愛和互動的情節一樣 韓飯的配對 亦會為同性別的偶像間設計同性配對 這個行為是shipping 當中以幻想藍藍配對為主 CP多數指這個意思 印尼心理學家Amber Slyante 想知道韓飯的同性配對 CP 狂熱 和他們的性傾向有沒有關係 Slyante和團隊在網絡找來670位年輕人 年齡介乎在11至30歲 但也以27歲為最多 做了一項問卷調查 嘗試找出他們追星程度有多狂熱 他們自己的性傾向又是怎樣 學者設定了一堆問題去搜集這些資訊 結果顯示 粉絲的狂熱程度和同性戀傾向相關 這是相關 是correlationship 相關性的研究證據 是不能支持兩件事的因果關係的 所謂的cautial relationship 也就是說到底粉絲本身有強烈的同性戀傾向 使他們更加狂熱 還是對偶像配對的狂熱 改變了粉絲的性傾向 這未能在研究中得到一個定論 學者只能進一步透過人的經驗或理論 推測一下兩者的因果關係 Sulianti嘗試以思想、腦部、身體的神經操作 解釋對偶像熱情 會影響對粉絲本身的態度和行為 包括他們的性傾向 另外學者描述一位受訪的男粉絲的說話 這位男粉絲對偶像配對是相當狂熱的粉絲 他就說當他見到身邊兩個親密的男性好朋友時 都會想像他們是同性配對 這也是培養了他對男性的愛好感 不過這個觀察以現時來說 是沒有足夠數據去支持的 最寒聲的配對文化 可以說是跟受眾的性傾向改變 初步聯想了一點的關係 但未必是因果關係 這個說法真的再需要多些更加紮實的研究證據去支持才行 還有另一個相關的名詞 大家都可能有興趣知道的 就是婦女 婦就是腐敗的婦 不是爸爸和女兒關係的那種婦女 婦女是指那些喜歡男男戀 剛剛提過了 BL Boys Love 主題作品的女性 不分性別都可以通稱為婦人類 但其中以女性居多 婦女子這個詞語其實是源自於日本語的 是由同音的婦女子 即婦女的婦 婦女子轉化過來的 最早是源自有些日本文化 日本作家 會將影視動漫創作中 擁有深厚基本的男性 幻想為一對情侶 因為自覺感 將別人單純的友誼扭曲成為愛情 這種行為就覺得不足夠了 因此這班女性的觀眾讀者 自嘲自己是婦女子 婦的意思是腐敗的意思 不能夠的意思 這種婦文化 特別是婦女文化的興起 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女性解放和女性覺悟 婦女是以男性為欣賞的對象 對男性戀情進行文學創作 女性可以大方欣賞男性 無意識地 她們已經將自己和男性 放在同一個平等地位上 婦女大膽地談論男性的戀情 討論男性之間的性 進一步提高了女性的性覺悟 使女性在性方面逐漸擺脫 從前那種被動和抑壓 獲得更大的性自由 不少婦女確實通過加入這個行列 更多了解到同性戀 這個支持很少為人深入了解的現象 她們當中大部分的人 即使最後不能夠支持 甚至不能夠接受同性戀的性取向 仍然能夠抱以最起碼的理解 或者了解的態度 這個扭轉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 改變同性戀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 都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同樣 人對負文化的了解 負文化對同性戀的態度 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妥善處理次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關係 有人會將喜歡藍藍戀 和喜歡同性戀 是畫上了一個等號 最後理解為 你喜歡同性戀的婦女 應該都是同性戀 但是婦女一開始 就是喜歡男性的女性 大部分 將自己喜歡的角色 湊成一對 既然喜歡男性 根本不存在 父女就是喜歡同性的女性 這個可能性 這個純粹是邏輯錯誤的問題 我真心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 我也有一位朋友 她是百分百的婦女 每一次和她交談和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都令我茅失頓開 先前為大家介紹的舞台劇 神探福爾 自摩斯 開頭引入這位神探福爾 和她的助手華生大夫的關係的時候 都給了大家聯想的空間 如果你還沒有機會去看這齣舞台劇 快點去到他們的購票網站買票 詳細資料列在下面說明 Description的欄目中 智雲頻道的朋友 只要你購買兩張或以上的門票 在所購買的演出日期 去到現場場地 向前台的工作人員出示你的手機 告訴他 你已經訂閱了智雲頻道 他們立刻就會送上一份 小小的心意紀念品給大家 到時立刻成為智雲頻道的訂閱者 都可以得到的 今期智雲有禮送出的 就是貴完美出品的即飲湯包 飲湯有多大好處 相信不需要我再解釋得很詳細 大家都應該了解 這些即飲湯包真的非常方便 加熱3至5分鐘便可以喝 最重要的是這些湯包絕對沒有添加微精 沒有防腐劑 沒有人造色素 更加沒有額外添加鹽 採用了高溫高壓滅菌的技術製成 可以常溫保存 養生強體 湯包的功效有很多 大家快點行動 湯包送完即止 除了可以得到湯包之外 還可以得到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一次免費的療程服務 今次真的可以從頭開始愛自己 快點按一按 在下面說明Description欄目中 貴完美的連結 給我們一些簡單的資料 方便我們聯絡到你就可以了 現在一起看看這些湯包 究竟有多少款和有甚麼好處 到市人生活節奏緊張非常繁忙 要自己煮一口湯水來喝一下 挺難的 不過不要緊 至於貴完美有新的產品推出 貴完美除了幫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內在美也要照顧 他們有五種的湯包 健脾、健肺、保腦、去痰、保護喉嚨 各式其式各樣都有 這些湯包是沒有味精也沒有鹽 相當健康的 而重點就是只要將它們放在熱水裡 五分鐘就可以飲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也想買的話 很容易 上你HAE-SHOCK網購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發醉的中心 或者貴完美的中心 弄一下頭髮 護理一下頭髮 再買一些湯包回家喝 也可以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